回来以后有金牌 有银牌 那也有一些 努力过了 但是没有排名的选手 这时候好像我们社会非常期待 就是每一个选手回来 都要展现一种 我努力过了 我拼搏过了 非常开心的正能量 所以对有些选手回来 他显然的是比较失落 或者他没有拿到 他预期的金牌 那这时候我们社会 会很强烈地去追问说 为什么不开心 或者为什么不像 我们在广告上面看到的 那么开心 那么充满了正能量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 低潮跟灰心的一面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对于这些选手 你会有哪些理解跟同情 其实就是真的能够 踏上奥运的舞台 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然后当然因为 加上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真的是 多了一年的时间要做准备 然后包括说 其实像我自己本身 在过去这一年的准备 其实一开始真的会有点迷失 迷失啊 对 因为毕竟你本来已经准备好 要站上这个舞台 然后突然多了一年的时间 所以你其实当下就会有点 有点错乱 对 那其实 在经济运动场上 其实我觉得就是 当然一定会有赢业跟输 对 所以变成说 我们自己选手要去调试 这样的心情 就是你要怎么去调试 对 然后我当然是 我个人是觉得 我自己是非常的 就是因为2010年那一场的受伤 所以变成说 我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是可以比较正面 然后包括说 我可能也会有很失落的时候 但是我可以很快的 去转换我的形态 对 然后像是我在2016年 其实那时候大家也是 对我的希望也是拿到 奥运的金牌 可是我最后没有拿到 我只拿到铜牌 对 其实当下我真的是 就是非常非常失落 但是其实会比较愧疚 就是对于整个团队的 就是很不好意思 就是他们陪我这么多的时间 然后我没有表现好这样 对 但是我觉得这是在 整个过程中 其实这是必要的 对 因为我必须要经历这一些 我知道我会越来越好 对 所以我觉得 这很多时候 不管是赢跟输 其实你在面对这样的 一个结果的时候 你是用什么样的形态 去面对这样 对